大家好,吴杨峰,今天8月3日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已经于昨日晚间11时43分左右 降落台北松战机场,安全抵达台北 这期间,中方并没有出动战机拦截 只有解放军苏35战机穿越台湾海峡 因此,我们之前所提的两个状况 并没有出现 反倒是出现了昨天视频末尾所描述的情形 以及我们在留言评论区所列出来的状况 这次佩洛西访台事件 中美双方都互相给了一些面子 而中方也有所保留 比如说,佩洛西专机避开了南海,绕了一大圈 一方面,可能是担心解放军真的出手 另一方面,也是表示 我们到你划定的演习区域 不在你的地方挑衅 而是避开来 中方指示,不对佩洛西专机进行拦截 确保人机的安全 给了美国充足的面子 另外,昨天的视频 我们引用了股市的表现 从美国股市星期一的表现来看 看不出中美两国会在这一次的世界上摊牌 这一次股市的预示是对的 这一波的中美对峙,暂时告一段落 但是,这件事还没有完结 新的斗争正在酝酿着 中方可能会有后手 也就是在昨天视频的评论区 我们所提到的事后报复 第一个后手就是 中方宣布 解放军将从8月4日12时 至7日12时 在台湾周边海域 进行重要的军事演训 虽然不清楚 以后还会有什么后手 或是后续的动作会是什么 只是认为 后续的动作会接续下去 无论是对美方或是对台湾 我们今天就来分析探讨 会有什么样的可能选项 在我们进行之前 先跟大家提一个现象 昨天午夜过后 由于解放军并没有出手 连拦截都没有 因此有不少人显得相当的失望 我们从一些网友的留言可以看出来 以至于从12点过后 视频的点击量就下滑了 三个小时之后 甚至于跌穿了正常区间的下限 因此有不少网友说 解放军轻易地放过 没有拦截 感到失望 以后都不看了 不再关心了 我们要说的是 不需要失望 因为接下来还会有许多的事 需要关心,需要支持 当然,也包括了我们的节目 在海外 YouTube频道本就是在海外的平台 是人家的平台 像我们这样的分析与评论 以及我们的说法 是属于少数的 更多的是站在另一边的评论 尤其是争取话语权 不仅仅是我们节目主持的努力 也不是少数人的责任 这是需要大家支持 共襄盛举的 像我昨天就很努力地连赶两个视频 如果实在不行 那么,大家休息几天 我也可以休息几天 这一次的事件 中方之前的说法 有些过于慢了 比如说 玩火必自焚 赵立坚说 中国人说到做到 华春莹说 美方必将为此付上代价 华春莹还向西方解释了什么是指老虎 再加上 军方也向外表示了强硬的立场 也进行了一些演习 但是,领导佩洛西专机抵近台湾的时候 解放军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拦截动作 佩洛西平安地抵达台北 这会被外界解读为 中国临到头来 退却了 这对中国会产生很大的后遗症 不过 这应该不是我们对北京的了解 因此我们判定 北京会有后手 后续的动作 我们先谈其他方面 然后再来谈 为什么我们判定会有后手 其实,中美没有发生冲突 有好处也有坏处 我们先谈谈好处 第一 中美两国现在都面临了一些经济上的难题 美国是通货膨胀高涨 中方则是房地产市场的烂尾楼 以及建商的资金流动性问题 中美都各自有些议题需要面对 这个时候,如果打起来了 那是世界性的动荡 中美两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如果打起来 那可不是一般的经济动荡 这一点是针对中美两国 以及全球而言 第二 中方选择不在这时候摊牌 可以避免在一些短板上 面临跟美国一翻两瞪眼的结果 比如说芯片设备的制裁等 现在,美国积极地游说荷兰政府 要全面性禁止生殖外光刻机 DUV卖给中国 不过,这个说法可能无法百分百的成立 因为,纵然北京躲过了一时 也无法长久避免 要来的,终究是要来 我们从2019年5月 美国首次对华为实施芯片禁运来看 当时只是针对拥有美国技术 25%的产品或是服务 但是,到了第二年 立刻就改成了零技术的封锁 并且,美国的实体清单的数量 不断地膨胀 一直有新的中国企业或实体 被美国放进了实体清单 所以,能够躲过一时 却躲不了永久 第三 北京可能在等待更好的时机 才会跟美国摊牌 到时候,胜算会更高 说付出的代价也会更少 第四 北京没有选择与美国立即摊牌 那么,世界的难题与注意力 又将重新回到欧洲方面 美国与欧盟将会继续面对 俄罗斯跟俄罗斯相斗 现在,还不到冬天的时候 一方面,欧盟大多数国家 极力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另一方面 俄罗斯安排好了在亚洲的能源买家之后 也会尽力与欧盟周旋 俄罗斯已经将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的输送量 降到了平常的40% 然后又降低到20% 再过三个月就是冷冬来临 欧洲国家急需要天然气来过冬 北京不宜在这时候 把与美欧对抗的重担给揽了过来 揽到自己身上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否则,一旦美国选择与俄罗斯 第一个坏处 北京举行的军事演习 往后还能够威慑谁呢? 北京的军事演习 美国置之不理 外界会认为 中国在美国航母的面前 加上美国的舰载机 战机的护航之下 退缩了 不敢动手 那么,北京以后再组海军编队 绕行日本海 日本会搭理吗? 还会有震撼力吗? 不过,北京的军事演习 还是有些作用的 我们待会儿再说 第二个坏处 跟2016年7月的南海仲裁事件相反 当时是东南亚国家 对中美两国的对峙局势 改变了风向 马来西亚总理 与菲律宾总统 分别跑到了北京 寻求北京的援助与合作 但是这一次 如果北京没有后续的动作 没有后手的话 很难说一些东南亚国家 会不会出现 风向再度改变的情形 由于佩洛西这次踩了北京的红线 去年7月 北京递给了美国副国卿 谢尔曼的两个清单 三条底线 也等于是白费了 难保过些时候 不会有其他的国家 也踩中国的红线 当然 当真发生这种情况 北京可以适时的反击 制裁那些踩红线的国家 但是 那总是事后反应 缺乏事前的嚇阻力量 第三个坏处是 一些国家可能会质疑 北京没有足够的力量 能够保护他们 尤其是那些跟中国有合作的国家 比如说 伊朗 柬埔寨等 当然 伊朗不会出现问题 因为伊朗没有选择 第四个坏处 今后,美国再打台湾牌 北京的反击会很难出现效果 会四倍功半 比如说 美国与盟国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组织 或是有更多的国家 不顾中国的反对 加强与台湾的关系 北京要反对或是反击 会比以前麻烦 另外,台独势力 也可能会看扁北京 认为北京的军事恫吓能力 不过而而 这方面 我们待会儿会再解释 也正是因为这四个缘故 我们推断 北京将会有后手 会在未来慢慢出手 举个例子 2020年初 全球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 澳大利亚跳得很高 跟着美国一起 指责中国 要追究中国的责任 北京多次警告无效 几个月之后 北京才开始对澳大利亚的进口商品 做出了限制 这是事后惩戒 后发报复 肯定的是 这个厂子一定会找回来的 那么 北京事后报复 事后收拾 会针对谁呢? 可能有人会说 会针对台湾 这个说法不是没有道理 毕竟台湾的底子软嘛 估计北京会采用军事与经济等双重手段 军事不用说了 过去所谓的海峡中线的说法 已经没了 解放军可能会更加随意的 进进出出 来来往往 不管是越过海峡中线 还是西南海域 东部海域等 刚刚说的 军事演习不是没有用 除了刚刚说的 已经没有海峡中线之外 从四日开始的军事演习 包括了实弹演习 总共分为六个区域 我们看画面 台湾北部 东北部 以及东部各一个区域 然后是西北部 西南部 与东南部海域 这等于是环岛了 等于是把台湾四周海域封锁三天 这预示的未来 解放军将会在未来封锁台湾全岛 进行石油与煤炭运输的封锁 以及经济的封锁 当然 美军是不会管这些的 这一次美军的重点是 尽力保卫佩洛西专机 北京这次的实弹演习 就是要让美国清楚知道 若是将来 解放军封锁台海四周 美军想要干涉台海战争 是难以办到的 这一次 解放军的环岛军事演习 比1996年所谓的台海危机 要来得甚大 重要的是 美军航母可能不会来干涉 或许这是我们节目开头说的 中美双方都相互给了对方一些面子 或许这是一次的默契 相信在这三天的演习中 商船、货轮会避开演习的区域 传说中的封岛演习 海峡封锁即将上场 另外 解放军在台湾东北部 以及东部这两处的实弹演习 就是展示了 就算是台湾东海岸 解放军仍然有能力封锁 尤其是东北海岸 那会是美日联军 从琉球与关岛基地 进入台海的方向 换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解放军 把实弹演习的天数 从三天延长到七天 影响就不可同日而语 甚至于演习的天数再延长为十天或更长 那就等于是未来收拾台湾的预告 至于其他的报复或是警示的手段 大陆还是有的 会看情形而定 至于经济方面 大规模的报复可能不会很快实现 但有可能会一点一点的实施 至于实施的次数与力度 得要看当时的情形 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大陆海关总署于8月1日星期一宣布 暂停进口100多家 台湾食品厂商的产品进口 另外 据台湾联合报引述了 北京消息人士的说法 北京在暂停100多家 台湾食品公司的产品进口之后 还在考虑对台湾农鱼产品 做进一步的进口限制 而且也不排除 限制台湾的工业产品进口 接下来 北京的后手是否会针对美国 其实中美博弈每一天都在进行 就算没有佩洛西访台事件 双方的斗争也在进行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像去年一样 至少在今年后半年 中美不会有什么合作的机会 去年有两个地方 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 一个是通膨 另一个是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即将在去年底到期 到期之后 是否要再续约 是否又会要求北京持续额外购买美国的商品 随着佩洛西访台事件即将结束 中美博弈将回到原有的对抗 通货膨胀 科技、科技、芯片、人权等 相信北京会一方面持续加强自己的实力 继继续拓展对外贸易与金融的联系 另一方面 重点要回到俄罗斯与美西方的对峙 对北京来说 这是赢的战场 需要在赢的战场继续发力 继续获利 扩大战果 也就是 持续支持俄罗斯 加强俄罗斯抗衡美西方的能力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们已经第二次强调了 除此之外 对拜登来说 佩洛西访台事件要结束了 他也得要回到美国的经济 与通膨的问题上来 当然 还有选举 那会是他的战场 北京则是静观欺骗 重点是 如同我们刚刚说的 既然北京无异于美国在西太平洋谈牌 那么战场需要回到欧洲 再过三个月 寒冬将至 我们且看到时候的发展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请继续收看 风雨天下 杨风时评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